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與你實力與你同在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對我的頻道來說非常特別 因為我的頻道一直都是在做 ACG二創類的 像這一開始這個頻道呢 是存放記錄我跟朋友玩遊戲的過程 後來因為去了麥卡貝 認識裡面一位工作人員 他介意我可以做DC平台的英雄說書 那後來因為碰到版權蟑螂 真的被狠狠弄了一次之後呢 我就不太敢再做了 轉而頭像我比較喜歡的日式IP 遊戲網跟書碼貝 這兩個領域進行創作 知道最近新增了ACG雜坦 以及開箱還有短劇的多元內容 但這次這個主題啊 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我們要來聊比較嚴峻的時事 今天這支影片介紹的卡片 只是輔助 重點我想放在關於疫情上這個話題 如果你是不想看卡片介紹的觀眾 可以直接跳到這個時間 YTE播放時間軸上 也有我做好的段落 有需要的話請自練 那麼我們先來看卡片吧 白衣的天使這張卡發售了2000年9月28號 安努比斯的詛咒卡盒 效果 是能夠讓玩家恢復1000分的生命值 如果說自己的目的中還存在同名的卡 每一張卡可以再增加500點的恢復量 所以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一張卡可以恢復2000分的生命值 這張卡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聊到這裡吧 相信大多數觀眾都跟我一樣 受到疫情逐漸失控的警訊 我們會擔心自己跟家人身體出現問題 更擔心家中的長輩的安全 畢竟感染後他們是高風險群 那麼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我們應該能做些什麼 又有哪些事情不應該做 以下讓我粗略的分享我的看法 先說應該做的 除了繃緊神經做好防疫之外 我們應該更多體諒前線的醫療人員 這話說起來似乎沒什麼重量 但假如說民眾真的做到了 就能夠期待比你我想像還要強的效果 醫療人員能夠感受到民眾對他們的支持 這不僅能夠讓他們更有動力完成工作 也能夠在工作同時 有更多正能量可以燃燒 這場疫情一直都不是醫療人員的個人戰場 而是全台人民要一起共同面對 沒有硝煙的戰爭 再來說說這個時間應該少做的是 現階段應該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也比較捨不得任何歷史悠久的大活動 只有健康的回下去 未來才能夠參加更多的活動 另外就我自己的理解喔 戴口罩對防疫能夠起到的效果 其實是有限的 反而還會害我們掉以輕心 因為病毒會跟在你全身上下任何的地方 就算病毒在外面沒辦法從呼吸到系統入侵 但是回家後沒有即時進行全身性的消毒 病毒一樣被帶回家 最終還是難逃被感染的命運 我的意思不是說不必戴口罩喔 口罩還是一樣重要 它可以說是防疫的一切開端 只是只有戴口罩真的不夠 還要做好洗手跟消毒 我自己的習慣是從外面回到家 就用酒精全身噴過一遍 屁股跟手機也要親 嘿嘿這不是開玩笑啊 你永遠不知道你的屁股剛剛跟誰重疊了 喔這點光想就覺得恐怖啊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聊聊 會讓我想做這個主題的其中一個原因 關於開除染疫醫師 這件事我有點想法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不久前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犯話說應該開除染疫的醫師 因為他沒有按照SOP走 還說機師都開除 醫師卻沒有相同的處分 指揮中心根本是雙重標準 遇到這樣的發言 指揮官陳時中回應是 無言以對 之後更向醫療團隊喊話 希望醫護不要氣美 遇到問題就處理 也希望全民可以維持鼓勵的態度 讓醫師人員有信心把第一關守好 在之後他也承認 百命醫師的情況是存在的 但這個百命醫師 並不是指他們工作有什麼問題 而是一切都按照SOP走 但卻出現計畫外的新問題 整理兩邊的說法 我認為都有各自值得採納的地方 首先楊智良要求醫療團隊 要有更嚴謹的SOP 忽然之後會後患無窮 就這點楊智良雖然沒有說出具體的內容 但至少還是有一點警惕的效果 至於陳時中的部分 先不論他們是不是真的碰到 醫療之外的新問題 陳時中願意第一時間出來 提醫療人員 就這點我認為很值得肯定 有上班經驗的人應該多少能體會吧 比起把鍋甩著部署的長官 大家應該更喜歡 願意為自己發聲的長官 前面是講針對這件事件正面的部分 至於負面的部分 相信大多數人都認為 楊智良的開除說 標準有點問題 首先基師是惡意不配合防疫 而醫師是意外工作中染疫 惡意跟意外 這兩個根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而楊智良卻要他們接受相同的處罰 這實在是有些不公平 陳時中的部分 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坦誠書師 看起來似乎不夠圓滑 也讓不少媒體跟政客 有做文章的空間 就這種情況我只想說 做人真的很難 不論你怎麼做 永遠都會有不滿意的人 以上是我自己針對這件事的看法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八尺 這邊我就點到為止了 要是疫情真的很不幸的失控 全台爆發群聚感染 這種情況發生時 一定會有人認為 這是防疫中心的問題 或是政府政策在扯後腿 我們會為此感到憤怒 也可能會因此開口 攻擊守護我們的人 但從人類的歷史來看 每次重大災難發生時 無止境的暈眩憤怒 跟散播仇恨 往往對事態 不會有任何政變的幫助 身為普通老百姓的我們 或許只能盡量保持友善的態度 跟積極做好防疫 同時監督政府 除此之外 就沒有別的事能做了 但我希望指揮中心早就準備好 面對疫情事況的危機 舉例這一年的時間內 他們準備了更多 像負壓式隔離病房 這類的醫療資源 能夠在大量感染者出現時 避免醫療系統操災的問題 只要他們真的做好萬全的準備 對台灣人都是一個好的保障 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浪漫 希望不要有驗證這件事的一天 台灣人想找其他地方的人 真的是太幸福了 走在路上都可以看見 不怎麼認真做防疫的人 口罩戴在鼻子下面的一堆 覺得沒必要戴口罩的也很多 沒有落實量體溫 跟噴酒精的店家也不少 面對這種情況 台灣玩遊戲的術語就是 台灣人真的很浪啊 浪的意思就是 自信膨脹 台灣人可以這麼浪 就是因為第一波疫情守住之後 防疫的同仁不斷努力 才養成人民浪的資本 就在這樣相對安逸的情況下 我就看到還是有不少人 唯恐天下不亂的散佈假消息 甚至製造對立 幾個月前一直有這樣的陰謀論 指揮中心刻意壓制 已經爆發群聚感染的真相 好時間到了現在 群聚感染真的發生了 但指揮中心並沒有壓消息 至少這幾天該報的 該說的都有說 這應該算是側面上破解這個謊言 現在看來 當時這些人的心態 這些讓人不含何力啊 接下來帥哥達人進行一個月左右的直播 這次實驗於直播中 產生任何形式的收益 我都會捐給衛生署 福利物 中央健康保險署 這部分我當然要確認過 這筆錢沒辦法直接交給防疫中心 因為政府有安排特別費用給他們 所以他們暫時沒有對外入獄 所以這筆錢 網路照之後呢 我會交給上述提到的單位 跟他們討論這筆錢 應該交給男的弱勢團體 或是一樣 需要留意照顧的單位 至於直播內容呢 我就要安排跟大家聊天防疫相關的話題 或是當天的新聞 另外為了簡請大家討論 也會跟各位嘎聊 同時也會回到我頻道裡面的主題 玩遊戲 那這個時間玩的遊戲呢 我會這樣選擇 觀賞上沒有什麼門檻的 覺得任何人都能夠 輕易進入狀況的 很簡單和輕鬆的小遊戲 我不指望這次的募資 我都能夠募到多少錢 但我希望募到的錢呢 能夠真正的替某些人提供吧 最後做個總結啊 前線醫療人員是真的很辛苦 台灣第一波之所以能夠守得住 正如陳時中所說的 是全台人疫情努力才創造的奇蹟 但隨著疫情升溫 部分媒體為了生存 就選擇在這個話題上大做文章 導致大家開始習慣又放大鏡 去檢視前線的醫療人員 甚至一定程度上上演了現代版的獵物行動 為了盡可能避免被單一媒體牽著鼻子走 我們自己應該更加積極的 去收集其他不同立場的聲音 這樣才不會無意間傷害了辛苦的醫療人員 接下來的一個月正是台灣的關鍵期 由於現階段還有不少感染者的突擊未確認 相信應該會有不少的民眾已經開始緊張了 我覺得會緊張反而是件好事 至少我們會開始關心這件事 但緊張歸緊張啊 當下還是要盡量保持理性 千萬不要因為未知變成魔鬼 更不要因為恐懼變成惡魔 謝謝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 See you